大家好,我是雪梨,今天咱们来看由魏宇清贤所写的枕上书《东凤杰局续写》十九 自那日之后,帝君突然想到一个问题,那便是这太成功中管事的只有崇利一人,还是个男的 凤九到底是个女孩子,身边没有个贴身的人倒也着实不便 虽说凤九一向同仇欲交好,但崇利好歹也是个有品质的仙人 自己看着还算顺眼,且连三殿下近日也颇有眼力见,还算得上乖觉 便惜了心思,另寻她法,毕竟这侍女,一得和小白演员,二得没有太多心眼 至于这三嘛,自然是得忠心二字 说来奇怪,这青秋女子果然不同寻常 昔日听说太子妃白浅,当日尚在青秋之时,长泥侍奉的也只有米谷这么一个 到了凤九这里多了个小精卫,偏偏也还是个男子 也不知道是白纸,白蚁心大还是怎么回事 同共就这么两个女娃娃,却是舍不得放个侍女随时 地精看着自家夫人,便将自己的想法说了出来 凤九倒是毫不在意,只说有丛林在就很好了 自己也一向不是那么娇贵的 还说,青秋的崽子从来都是放养的,不用太过麻烦 但这心里,当时对地精的关心,得出几分甜蜜来 这一日,凤九刚从寝殿中走出来 倒是远远地便看见丛林自外面九起廊上走了过来 身后竟然有一抹女子的身影 虽然隔得太远看不大清楚 但那身装扮,凤九却是再为熟悉不过的 记得当年自己秧了私命 混入这太成宫中,小仙鹅们穿着的正是这样的颜色和形质 凤九眼睛一亮,看来这太成宫中又得悦闹了 虽然吧,作为一个对八卦向来不太在意的神仙 但凤九就是觉得,一向耿结忠厚的丛林 竟然领了个小仙鹅进太成宫这件事情吧 他着实有些不太寻常 凤九倒不是担心什么 毕竟帝君为了自己不吃醋 都把小厨房里那些仙鹅全部换了个遍 而且后来听帝君的意思 他根本没想要在太成宫养着那么多仙人 当初那么大阵仗,多半也就是知喝自个儿的意思罢了 所以对于今日能够堂而皇之进入太成宫的小仙鹅 凤九却是好奇 丛林,丛林 凤九摇摇挥了挥手 丛林远远地便听见凤九的声音 端正以下,带着身后女子夹紧了脚步 倒是凤九却从女子的身形当中 看出了一丝熟悉而亲切的感觉来 况且自己方才这么一喊 女子竟然丝毫没有慌乱停滞 这一路之上都是一副眼观鼻,鼻观心的样子 嗯,是个老实的 当时卡和丛林相配 凤九在心里想着 一颗八卦的心燃了起来 一时之间又是好奇女子的样貌 又是好奇这两人之间什么时候勾戴上的 心燃一起 脸上便不由自主浮现出一丝姨母般的诡异的笑容 见过帝后 丛林近前看着凤九的表情就有些甚得慌 凤九收回神色 换回一副端庄的形象来 就听得丛林恭敬的汇报起来 丛林奉命为帝后带来一位故人 帝君吩咐 若是帝后喜欢 便由他日常照付起居 若帝后不愿 且听帝后吩咐行事 咦,竟然是故人 凤九号急心大胜 随着丛林往旁边让出来的位置 小仙鹅终是抬起了头来 一双清澈的眼睛 纯粹而明亮 凤九一看便喜欢 可在脑海中思索了半天 小仙鹅的面庞似曾相识 切记得不是太清晰 凤九想了想 伸出手来 扶上了小仙鹅的脖颈处 一只振翅欲飞的蝴蝶清晰可见 不是沐风蝶还是谁 啊,沐风蝶 你回来了 你终于回来了 凤九高兴极了 像当初 他被知鹤发扫地时 沐风蝶可是帮了自己好大的忙 可自己还没来得及报恩 他就被知鹤给打入了凡间轮回 直到那一次 自己为了力竭的帝君下凡做了公妃 可哲恩不但没报 倒是连累了沐风蝶受了好多罪了 想到此处 凤九便有些懊恼 自己一向有恩必报 可这些年来 因这样那样的事情 倒是把这桩给忘了 当日知鹤并不曾说要轮回多久 听这意思 却是再也不想让沐风蝶回来的 倒是难为帝君一番心理 只是如此一来 这几次忽悠欠了帝君好大一个情呢 怎么才能还完呢 沐风蝶的回归让凤九心情大好 连带着帝君这些十日 也从凤九处得了不少福利 近来见过帝君的人都说 帝君这几日总让人感觉不太真实 那种高高在上 供奉人敬仰的清冷气质都少了不少 要不是身边还有一个丛林 真的就该让人怀疑 这帝君是否让人给掉了包 这一日 白浅差了奶奶来请凤九 凤九突然便觉得有着惭愧 差点就忘了自己趟日 同帝君回这九重天 主要目的之一 除了送些吃食 便就是同众人叙旧 论理来说 原本应该一早就去姑姑处亲你 可怎么就有些乐不思蜀的意味了呢 凤九没想明白 只将一切归于帝君太过霸道 正日缠着自己 以至于自己每天都约约乎乎的 当下便带了木木 往一览方滑走去 木木自然是凤九给目风叠起的新名字 灵感倒是源于她姑姑身边的奶奶 以及当年阿拉惹的小侍女茶茶 凤九觉得这样叫起来既好听又亲切 实在很为自己的聪明才智感动了一把 姑姑 姑姑 一踏进一览芳华的大门 凤九便收了那些故作的一派端庄稳重 提了裙脚就往白浅身上扑 彼时 白浅正歪在小榻之上 翻着心得的画本子 见凤九扑过来 看看将身子往旁一侧 凤九扑过去的身子当时反应极快 转过方向还是将白浅给扑倒 白浅看着自己从小带大的凤九 自从与帝君大婚后 这性子当时越发灵动活泼了 可见帝君果然待他极好 当下真心为凤九高兴 凤又想起起新月子的留言 新鲜意起 便想将凤九逗上一逗 白浅上神轻轻喉咙 哟 小九丫头 多日不见 倒是长进不少啊 这一扑 差点成为你姑姑我的老药 莫不是平日里 同年的夫君时常练习 竟如此灵活 听闻姑姑说到帝君 没来由的 凤九九脸上一红 却是抱了自家姑姑撒起浆来 姑姑 姑姑 小姐就是想抱抱你吗 还是说姑姑有了阿黎 店舖里小九了 姑姑居然躲我 我好伤心的 你呀 都当帝后的人了 还撒娇 唉 果然年轻就是好啊 可以总是这么肆意 果然是我青秋女君 白浅点了点凤子的脑袋 将扇子扬了扬 却是话锋一转说道 不过 既然成了这青秋女君 却不知 这青秋事物 你最近处理了多少 凤九原本撒娇 这撒得起劲 突然听到白浅说起这个 心下顿觉不妙 抬起头来 眼巴巴地看着自家姑姑 露出来一副可怜的神色 却不料自家姑姑视而不见 拍了拍手 便借奶奶带了侍女 捧了许多书卷上前 姑姑 凤九由不死心 这些 是你爹近日托哲言带过来的 哲言说 爱与你家那位尊神在 不好直接送去太职宫 只得放在我这里 让我抽时间转交 不过 小九啊 这么多书箭 你是有多久没处理证物了 其实吧 也没多久 凤九心下理亏 但想了想 这事也着实不能完全怪她 毕竟这些事 灌场可都是爹爹或者叔叔们代劳 自己这个女君实在是呈了个虚拟 只是爹爹这会儿 又怎么突然送了正物过来 莫不是嫌弃自己的烂摊子 又想同娘亲吟游去 想到此处 凤子心中哀好了一阵 但又觉得姑姑说的对 以前的确是自己小孩心性 将这些事情理所当然的让家人代劳 实在也是配不上青秋子梅的信念 自称女君之位起 自己要不是准备大婚 要不就是去了凡亲生子 好不容易回来 又直接付了星光结界 挡着婚室了那么久 之后又是不办婚礼 又是这样那样的事情 果然 这样的确很要不得 于是 凤九一脸沉重 而又任命地让木木 接过了白浅出的正物折子 坚定而颇有几分悲壮地挪回了太成功 自打从白浅出回来开始 木木发现 昔日看似散漫的地后 突然间就认真了起来 整夜整夜将头埋进了一堆正式当中 竟然连滚滚小殿下和帝君进来 都似乎没有察觉 搞得众人心情实在不怎么美妙 这其中又以帝君为甚 作为一个尽职的小侍女 木木其实做得相当到位 可这一日 面对着滚滚小殿下 自己尚能将帝后的话 也要说来赌一赌 可现在又多了一位气场强大的尊神 木木真心觉得 自己就快背着威压 给直接跪了 就像此时 虽有些战战兢兢 但木木还是生生将话给说完正了 实在是不太容易的一件事情 回帝君 帝后日前交代 说自己荒废政务许久 实在有亏清秋民政的期望 帝后又说 从今往后 他要勤劳勤政 让帝君同滚滚小殿下 暂且耐心等待一二 只待帝后将手上积压的事物处理完毕 便陪二位玩个痛快 所以 他要闭关 帝君捏下一朵凤雨花 花色娇艳 尚且带了些沉路 明明可作捏花一笑 可木木就是觉得危险 生怕下一刻 这花就会枯萎了去 帝后吩咐 木木不敢妄言 还请帝君同小殿下 先行离去 木木虽然有些怕 还是硬着头皮将自己的日子 发挥得淋漓尽致 帝君袭了他语言 第一次觉得小狐狸身边 裹着有了太过忠心的人 也实在算不得一桩好事 自去崇林处领罚 随着一声呵斥 木木只觉一阵光滑过 再抬头 帝君同滚滚 已然不见了踪影 帝君来到书房的时候 小狐狸正趴在书案 一手撑着脑袋 一手提着一只狼嚎 好看的眉毛皱在一起 似乎不知道该往何处下笔 书案之上 层层折子落了几落 只于旁边一小块位置 恰好能放一只小翘的茶杯 而显然 茶水已经凉透 小狐狸倒是未曾察觉 连看也不看 直接将狼嚎一放 抬手端起茶杯 就往嘴边送 就在茶水将将挨上唇边的时候 白潭香的气息一扫而过 再看去 手上已经空空如也 凤九错额抬头 并看到紫衣尊神站在跟前 好看的手指粘着杯盐 自相非相地对着自己 就听见帝君颇为优越地说道 夫人要闭关 那我可怎么办 什么怎么办 自然是等我得空就来陪你啊 凤九满不在意 抬起茶壶 就着帝君的手添了杯茶 很是自然地接过来 饮了一口 才又说道 所以啊 如果想我多陪陪你 那今日你最好先带着管狗玩耍 这样一来不会显得无聊 二来 我这效率也能保障 凤九想的是 如果帝君在旁 只不定要怎么闹自己 这一天统共就这么些时辰 若是再被帝君给闹了去 等到折子送还荆秋 还不知道什么时候去了 若是其中不大紧要的 耽搁你就耽搁了 可万一那些事太紧急的 耽搁了却是了不得 怎么 夫人这是嫌弃为夫了 帝君走上前 再放九身旁坐下 唉 也对 我早已不长时间多少年了 夫人觉得这些任务我看不大懂 其实也是有道理的 只是可怜了我这么个人 明明都有了夫人 却被这四海拔光耻笑 哪有那么严重 不过是几日 几日就好 凤九举双手保证 可下一刻就被帝君生生打脸 夫人确定 几日便好 帝君眼神一扫 这处理过的折子不过了了 照这速度下去 等再生一只小狐狸出来 还不知道猴年满月去了 不为别的 就为了自己的福利着想 已是万万不能放任的 夫人 你难道这么快 就忘了这些疯传的流言不成 可怜我一介帝君 林道娶了媳妇 到时要常成为那些 想象口庄的八卦了 着实没有脸面的 帝君将凤九的脸掰了过来 委屈巴巴 你何时要给我脸面了 莫不是宽我 再说了 真的 你不闹我的话 其实挺快的 凤九一脸认真 脸面这个东西 我偶尔还是要的 帝君接了绝嘴 收了手来 指了指那一周紧的折子 可是 夫人 我已经可怜了那么多年了 你就不要赶我走嘛 我保证 不打扰你处理政务 行不行 凤九愿意 也是怕帝君打扰 又觉得在慕风典议事上 帝君做派深得自己心意 也不好太过 况且一介尊神 都用自己的先品 这般保证了 大敌也是不差的 于是这事便这么默认了下来 这一集就在这里结束了 还想看的赶紧点赞与评论下 订阅大雪梨 打开小铃铛 天天有堂客 我是雪梨 拜拜 优优先的地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